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eorge Gerserin是美国二、三十年代一位著名的音乐家 他创作的曲目 无论是古典或是流行曲 都是十分广为流传的 在1937年 Gerserin邀请了著名的编舞家George Balanchine 合作为一首电影而创作 可视Gerserin却因为得了老总流离世 令合作无疾而终 而Who Cares就是Balanchine在33年后 1970年根据George Gerserin 十六首音乐而编排的 Who Cares有别于一般的芭蕾舞 他加入了着士和白老会舞蹈的元素 这些亦都是Who Cares特別的地方 我会觉得跳Who Cares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剧幕 为什么呢 因为跳Balanchine的其实都很挑战 一路跳Balanchine 因为他的速度很快 那些footwork那些 而on top of 我们只是说他的速度快 Balanchine的一般的节目之外 还有他的风格 还有他的风格 另外Who Cares不是一个 classical 甚至是我们叫做Neo Classical Ballet的一个风格 加上一些着士 以前我在我自己的训练里面 都有接触过很多 所以我初跳的时候 我就觉得 突然间好像整个package 我要去全部去管理这么多个component 就是我跳舞里面有这么多人 还要on top of 我要是表达到 是很Jazz 这个是这样的 New York大都会 Gershwin的音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还有我觉得 Who Cares的挑战 就是在于那个 真正的风格 不单止是技巧上面 技巧上面 很多时候 跳过classical 很多时候我们很on balance 我常常都很做做职力的感觉 但跳Who Cares 或者Balanchine 他很喜欢challenge 你那些这样的平衡 他不是要on balance 要在那个点上面 在那个point off balance 去到extremity 就是那样东西 我觉得那样东西 是非常挑战 另外就是音乐的风格 我记得当年我跳的两个歌 就是叫做fascinated rhythm 是很fascinating 很magical 很快 跳到差不多已经脚远了 还要finish 所以第一次加上我的脚伤 所以我很难忘 就是自己一个injury的时候 就是当年我记得跳opening night 的时候呢 就是绑着那个ankle去跳 那样东西 都很难忘那个经历 就是跳了 但其实就是盡了自己力 但到我第二次跳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 这些美景可能会有一个经验 怎样做 Who cares加入了一些Jazz独有的元素 中文字幕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